你有没有想过一支YouTube影片从想法到上架到底需要多久 我经营频道已经五年了 几乎每周都能够稳定更新三部影片 不是因为我特别勤快 而是因为我建立起了一个高效率的影片制作流程 今天这期影片我就要完整的去公开我这个流程 从影片想法、脚本、拍摄、剪辑、缩图再到最后的善权 我是如何一个人完成所有的这些步骤的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分享给你我平时最常用到的 能够极大帮助我提升效率的创作者工具 如果你也想让创作变得更高效、更稳定 那么这期影片能够帮助你少走很多玩路 Hi 我是 Grayson 这频道只要分享给你YouTube频道运营以及流量变性的技巧 我每周会分享三部影片帮助你少走玩路 最大记得订阅我频道 这里还特别准备了一份YouTube新手成功宝典 你们会分享给你YouTube频道成长以及变现的核心策略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免费领取 首先第一步就是影片主题计划 在我规划每支影片的主题之前 我的第一步一定会是去想 我的这部影片对于观众来说到底有什么价值 我频道的主题主要会有几个 YouTube频道运营开码影片教学 YouTube的平台更新讯息 以及网路创业 通常来说我会去观察一些同龄的频道 他们最近发的影片里面 有哪些主题 他们的流量是比平常的影片来得更高的 这就说明我们共同的观众 对于这个主题是更加感兴趣的 所以呢我就会问自己 我能不能够做出自己的版本 用我自己的风格去讲这件事情 如果说我想著作的是搜索类型的影片 那么我就会使用2body这个工具 来帮助我判断 这个主题它的搜索量以及竞争度 我要确保这个主题它不只是我想要拍的 同时呢也是观众正在寻找的 2body的注册链接 我会放到影片下方的描述栏 你可以去开需要 简单来说我选主题的原则就是 观众需要并且是我也有想法的 只要这两个条件能够同时成立 那么这部影片我就值得去做 接下来呢我就可以开始去撰写我的影片脚本了 这里我要提到一个很多人都忽略了一点 通常在我写完整的脚本之前呢 我会先把影片的标题先定下来 然后再开始写出脚本 因为在现在的YouTube上面 如果说你的标题不够吸引人 没有办法去吸引到观众点击观看影片 那么即使说你的影片内容再好 也是白白浪费的 所以呢我的顺序就是先想出能够吸引观众点开的标题 然后再根据这个标题去架设整体影片内容的结构 通常来说呢我会把整体的影片脚本 一字不漏的去写出来 这样在我拍摄影片的时候呢 我就完全能够去按照我的脚本去说出来 这样对于我拍摄的时候呢是更加轻松的 如果说你不习惯去完整的写出影片的脚本 你也可以只是写出影片整体的脚本大纲 然后在拍摄的时候你可以根据这个大纲 在镜头面前即兴的发挥也是可以的 不同的人是喜欢不同的方式的 你可以去尝试看看 第三步呢就是影片拍摄了 很多人会觉得影片拍摄是最花时间的 但是我个人经验认为 如果说我把影片的脚本写的比较完整了 那其实拍摄的时候呢是非常的轻松还要顺畅的 我现在使用的设备呢包括了一台相机 它是索尼的ZV10 然后呢我会有两掌的打光灯 一个三脚架去架设我的相机 以及呢一个收音的麦克风 这些设备呢不算贵 但是呢能够去非常好的提升我影片的画质还有音乐 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我平时拍摄的场景 那这个呢就是我拍摄时候用的相机 是索尼的ZV10 然后上面呢是会有一个我收音的麦克风 然后底下这个呢就是我架设我相机的三脚架 然后左边这边呢有个主要的打光灯 然后右边这个呢就是我的一个辅助的打光灯 这样呢就能够去形成我整体的一个简单的拍摄场景 能够保证我的画质还有音质呢都是有明显提升的 一般来说一部10分钟的影片 我大概需要拍摄一小时的时间 我在拍摄影片的时候呢会注意几件事 首先呢就是光线是否稳定 是否能够去照亮我整体的画面 然后呢就是背景不要太过的杂乱 以及呢我整体的画面的构图是否是和谐的 人物是否是处于画面中间的 那你也会发现我在影片里面的时候呢 拍摄角度是会有不断的变化的 这其实是有意而为之的 这不只是为了好看 而且呢能够让观众一直觉得我的画面是有变化的 是为了让观众能够去保持他们的新鲜感 那接下来呢就到了剪辑的步骤了 其实剪辑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阶段 它是让我把想法变成一支成型作品的一个阶段 我会先把我拍摄好的素材 从SD卡里面去导入到我的移动硬盘里面 然后呢我是使用Primi Pro来剪辑影片的 我就会打开Primi Pro 然后把这些素材导入到Primi Pro里面 在正式开始剪辑之前 我会先创建一个Closey的代理文打 它是低解析度的影片副本 可以让你在剪辑的时候不会卡对 但是在你输出影片的时候 它还是回归到你本身最高级的画质 所以呢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然后我会使用一个我超常用的工具 AutoCut 它是一个Primi Pro的插件 它能够用AI来快速的帮助我剪除掉 影片里面空白和静音的部分 尤其是像我这种说话类型的影片 能够帮助我节省至少一半的剪辑时间 那我现在来展示一下 我是如果使用AutoCut 来去快速的去出剪我的影片的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我导入一段素材 中间会有很多静音空白的画面 那如果说我要去手动剪辑的话呢 就非常的麻烦 我先把它去扩大一下 那比如说在这边我要创建一个切割点 然后把这边去删除掉 然后这个空白区域也删除掉 然后这里也是一个空白区域 去把它删除 选择它去删除 你可以看到如果手动的话呢 就会有很多的步骤 那如果说我是喜欢AutoCut的话呢 我先打开它了我可以选这个AutoCut Silences 然后我选这个素材 然后点击这个按键 这边的设置呢我已经做好了 都是AutoCut它默认的设置 不需要做任何操作 然后呢就选这个按钮 这边呢就开始分析了 可以看到非常快的 它就帮助我去去除掉了 刚才那些空白的部分 我只要接着去把我说错的部分呢 去去除掉就可以了 使用这个插件呢真的帮助我节省了非常多剪辑的时间 那我会把AutoCut它的链接呢去放到影片下方 你可以开始去免费的尝试一下 在进行触及完之后呢 我就会开始想我如何让我整部的影片 去变得更加好看更加丰富更加有节奏感 因为我的影片它是属于对着镜头梳化的这种 如果说我是从头到尾都是这样的形式的话 那么观众很容易就觉得无聊觉得厌倦了 就会离开我的影片 所以呢通常我都会在我的画面上面去加入一些 Bero的影片画面去加入一些音乐去加入一些变换 让我的影片丰富起来 所以呢就到了第五步让画面更有变化 这是我在促进完影片之后必须要做的一个步骤 去给我的影片加入一点点伟大 通常我会用四种方式让我画面看起来更加丰富 更加有节奏感 首先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加入Bero 我几乎每部影片里面都会加入Bero的画面 会让观众更有带路感 那什么是Bero画面呢 你现在看到我的这个画面是影片的主画面 在行业里面称为是Aero 那Bero呢就是覆盖在我这个画面上面的影片画面 它就称之为是Bero 举个例子来说 我向你介绍我正在使用的相机 Sony的ZV10 我会在这个时候呢去描绘一下它的一些特征 它的一些功能 那如果你只是听我在镜头面前这样描述 你可能没有很多的感觉 你可能想不到它是怎么样的 但如果说我在介绍的时候 同时又增加了一些专门的Bero去解释我正在说的内容的话 那么根据这些画面你就会更容易的理解 所以Bero画面它是能够去很好的起到了解释的作用 让观众是更容易理解更容易带路的 那Bero影片画面呢你是可以选了自己去拍摄的 它的优点呢就是这个Bero画面就是专门属于你的 非常有你自己的风格 但它缺点呢就是它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那对于我来说呢我通常是不会自己去拍摄Bero素材 因为我觉得这样效率太低了 我通常都会去到Alice的平台上面去找到我的Bero素材 这里面有非常多高品质而且风格同一的素材 从生活画面商业场景再来到科技感的画面都是有的 我可以直接输入关键字去搜索 去找到最符合我想去表达内容的场景 然后下载下来加入到我影片里面 非常的方便 那我现在进入到Alice里面了 你可以看到这边呢是专门的影片的素材库 它的素材呢都是非常高品质的 这上面呢我还可以用不同的筛选器 比如说按照影片不同的主题来进行筛选 比如说自然主题的 科技主题的 动物主题的 生活风格主题的 时尚主题的这些都是能够选择的 然后呢拍摄的类型 比如说4K 快速慢节奏的 室内拍摄 白天拍摄 这些呢都是有的 然后你还可以选择影片素材里面包含的人物 比如说你要只有女性的 或者只要亚洲人的 只要有年轻人的 或者是没有人的 你都是可以选择的 最简单的方式也是我最常用的方式呢 就是直接在这边搜索栏里面 去加入关键字去直接搜索 比如说我想搜索风暴 那你就可以看到有非常多 关于风暴的影片素材 这些素材呢都是我很难自己去拍摄出来的 但这边呢有非常多的选择供你需要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素材 可以点击它 然后在这边呢可以去播放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个风暴的素材呢 是非常的高画质的 并且呢也是非常经典的 看起来非常酷炫 然后底下呢还有更多类似的影片素材 你也可以选择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拍摄角度 以及画面的切换 你会注意到我整部影片不会说是在同一个角度里面拍摄已经到底的 而是我会时不时的去切换到另外一个角度去拍摄 这样其实是为了不会让观众觉得视觉疲劳 一直在看同样的画面 特别是我这种对着镜头说话的拍摄形式 这样可以让观众更加的保持他们的注意力不会觉得单调 第三种方式呢就是画面变大和关键症的变化 在影片里面如果说我讲到了一个重点的地方 我会使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技巧 就是让我的画面去变大 其实呢就是加入一个简单的关键症 但是这个小的技巧呢 却能够让我整理的画面更加有张力 观众自然的会在这个时刻集中注意力到你们身上 那这边我来展示给大家 我罗罗罗去做画面的变换的 一种方式呢我就直接让整个画面去变大 那比如说在这边呢 我想让这个画面的去变大 那我就可以选这个画面 然后来到左上角 这边的选择效果控制 然后移动这个时间轴呢 到这个素材的最左边 也就是它的起始点 然后有个scale 也就是它的大小 现在它的大小是100 也就是它的原始大小 我选这边去创建一个关键症 然后通常我会往右一个3次 123 在这边呢 去把它变换 变成110 选择确定 那这边你可以看到 它就自动的再创建一个关键帧 可以来看一下效果 这边呢是正常大小 你可以看到 现在呢 我在这个画面上面 就有一个变大的效果了 这样呢 就能够起到一个强调的作用 那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缓缓变大的效果 还是要把它移动到 我素材的最起始的地方 然后呢 也是按住这个大小 也是在起始点 去创建一个关键帧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要把这个时间轴 移动到 我这个素材的最末尾 然后呢 在这边去变换大小 变成110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也创建一个关键帧 那现在的效果呢 就这样的 它有一个慢慢变大效果 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加入背景音乐 我也会透过加入背景音乐 去让我的影片 变得更加丰富 更加有节奏感 我认为一支影片 真正灵魂呢 就是在于它的节奏 而节奏不只是 你所有的速度 更是背景音乐 它的韵律 我也是在Alice上面 去找到音乐 里面呢 会有很多我喜欢的风格 像是lo-fi cinematic chillbit 都是非常好用的 能够让影片 去保持流畅的节奏 但是呢 也不会过于的强戏 有时候呢 我也会加入一些音效 比如说转向的声音 键盘敲打的声音 金钱的声音 这些小的细节 都能够让你的影片 更加有层次感 那我回到Alice上面 来找音乐了 那Alice里面呢 会有超过4万省的 无版权可商用的音乐 这边呢 非常多的选择 那这上面呢 也会有一些筛选器 比如说 你可以选择genre 就是呢 你可以选择音乐的类型 比如说有hip hop lo-fi chillbits 这个呢 是我通常会寻找的音乐类型 还有呢 pop R&B 这些都是有的 你也可以去按照 你想要去表达的心情 来去找到相对应的音乐 也可以按照你的影片的类型 来找到对应的音乐 比如说 你是做游戏影片的 它有专门的游戏音乐 你是做美食类影片的 有专门的美食类相关的音乐 你是做时尚类的影片 那有专门的时尚类的音乐 也可以呢 按照乐器来进去寻找 比如说 你要去找吉他的音乐 或者是钢琴的音乐 这边呢 都是有的 还有呢 就是你可以直接在这边 去搜索观念词 去找到你想要的音乐 这边Alice有个全新的功能 你可以点进这边 如果说你有听到一首音乐 你是非常喜欢的 比如说 你是在YouTube上面 听到的这首音乐 你就可以把这首音乐 它的YouTube影片链接 去复制到这边 或者是 你使用Spotify 去听到一首你喜欢的音乐 你就可以把它链接 也复制到这边 然后呢 它就会帮助你去找到 在它的音乐库里面 匹配的音乐 这个功能呢 也是非常强大的 比如说 圣诞节快来了 我就想寻找一些 关于圣诞节的音乐 那这边呢 就有非常多 圣诞节的音乐可以选择 甚至还有圣诞节 专门的音乐合集在这边 可以让我们选择 在这边可以选择播放 然后还有一个 非常好用的功能呢 就是这个相似音乐 就是如果说 我找到这首音乐 我是非常喜欢的 我想去看一下 是否还有其他类似的音乐 我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那这边就可以找到 非常多类似的音乐 会给我更多选择 那如果说我想下载的话呢 就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去进行下载 顺带提一下 Alice它并不只是一个音乐 影片素材的文件 它已经成为了创络者 一站式的创作素材平台 除了音乐 音效 影片素材之外 你还能够找到剪辑模板 调色预设 AI生成图片与影片 甚至能够用文字 去直接生成语音 我自己已经用Alice好几年了 几乎每支影片 都要从这个平台上面 去找到我的音乐 还有素材 这个平台上面所有的素材 你都是能够去无版权可商用的 能够去保证你的YouTube影片 能够去正常的盈利 如果说你也想去提升你影片整体的质感 那我非常推荐你去尝试看看 而且他们现在有一个专属的节日优惠 从2025年的11月12号开始 AI的年方案享受40%的折扣 Max Pro年方案享受20%的折扣 而且还会多送你两个月的免费使用 我真的不希望你错过这样的优惠 如果说你看影片的时候 这个优惠已经过期了 你还是能够去透过影片下方我的专属链接 也会额外赠送给你两个月的使用期 下一步就是缩图制作 在我剪辑好影片之后 我就会开始做我的YouTube缩图了 很多人会认为缩图它只是设计的问题 但其实它决定了你的影片到底会不会被点击 通常来说我会先到YouTube上面去尝试搜索一下类似主题的影片 去看一下他们的缩图是怎么制作的 他们用了哪些颜色 他们用了怎么样的文字 他们整体的排版是怎么样的 去获得一些灵感 在收集一些灵感之后呢 我就会使用Photoshop或者看法来制作出我的缩图 其实缩图不需要你做的非常复杂 只需要重视三个关键的点就可以了 你的缩图要有强烈对比 文字要简洁并且让观众能够一眼就明白 有时候我甚至会做出两版到三版的缩图 然后去透过AB测试来看一下 到底哪一版的缩图能够获得更高点击率 在这过程中我也会越来越知道 观众到底是因为什么要被刑进来的 接着就是上传影片了 通常我会至少提前一天去上传完影片 去给YouTube有足够的时间来分析我的影片内容 这样在影片公开发布之后呢 他就能够去更精准的去推荐给观众了 在上传影片的时候 我会依照我自己的上传流程表 去一步一步的确认 标题、说明栏、时间戳、hashtag 播放清单、字幕、片文画面 都是完整正确的上传好的 这样不但可以确保不露相 而且能够保证我的每部影片 都是以最佳的状态去发布出来的 如果你想知道我完整的上传设定流程 我在之前已经做了一支影片 会教你如果去正确上传一部影片 来获得最大流量 你可以点这部影片 也别忘了去领取Alice现实的优惠 它一定会在你影片制作的过程中 来给你非常大的帮助 我会把优惠链接去放到影片下方